三天兩夜的課 你會覺得 膝蓋會痛嗎 會痛 腰會痠嗎 會痠 因為坐到膝痛 腰痠 希望大家 雖然剛吃飽晚上了 如果能夠有精神一點 是希望是最好的 別睡會睡著也是我的責任 因為講師講得不精彩 所以用要睡這也是重點 所以看大家這麼累 來盡量跟大家做一點互動 來我來問看看 在場有沒有是被逼來的 就是逼你來上課的那個人就坐在你的旁邊 有沒有 你可以偷偷的舉手 沒有 真的沒有 為什麼我會這樣問 因為我就是被逼來的 怎麼會被逼來上課 逼到現在站在這邊 我剛開始 隔壁的阿姨 跑來我們家 跟我媽媽說 台灣啊 要換政府了耶 台灣不用變天了耶 我媽媽聽完之後就很興奮 她就跑來處理 她就跟我說 妹 隔壁的阿姨說 台灣要換政府了耶 請問 各位你們聽到這個 你們會說什麼 哼哼哼 哪有可能 是不是 誰會 通常吧 通常會這樣說 不外乎 我也是正常人 我就跟我媽媽說 你不要讓他們騙啦 什麼 政治 政治是很黑暗的 我們又不懂 我們就當做一般的老百姓 繼續過我們的日子跟生活就好了 正常嗎 很正常嗎 然後我媽媽就 她也不是很清楚嘛 那她也不懂 就不了了之了 不不了了之之後咧 過了一陣子 隔壁的阿姨 又來了 她又來跟我媽媽說 不會這樣啦 那個齁 有州辦公室 就是這個地方啊 每一個地方 每一個地方都有屬於這個州的州辦公室 那不然齁 你們要不要去那個州辦公室裡面了解 那裡面齁 有很多人會拿證據給你看 跟你介紹台灣民進府是啥啊 你去了解之後齁 這裡決定說 要怎麼做 結果 我媽媽又很興奮耶 她又早點來跟我說 妹 不會這樣啊 她說 做辦公室齁 離我們家不會很遠耶 沒有 去看看好不好 我會講什麼 我會講 你去 我不會去 我沒用 那齁 就跟你講齁 政治很黑暗的 你就不要齁 聽人家講什麼齁 你就信什麼這樣子 我媽就說 可是齁 好像很不錯耶 我們去聽聽看好不好 我說我不要 我沒有空 我沒有興趣 然後我媽就說 好啦 不會我去啦 我說我不要 我就是不要 結果我媽就使出殺手箭 她就說 你不要不要去齁 好 我自己來 我就說 好 我不會你去 因為齁 我今天也給人騙 你知道嗎 我想說齁 如果放他齁 現在這樣子的情形自己去齁 不知道回來會不會齁 花了多少的錢 還是買了什麼東西回來齁 我齁 那時候的心態嘛 很正常嘛 就不知道是什麼東西嘛 是不是傳職消 還是什麼 我都不知道 然後 我媽就說 好啦 好啦 那我們來看看 我就陪我媽去齁 去到周辦公室之後呢 真的果然 裡面就很多人開始什麼樣 拿證據啦齁 然後跟你介紹啦齁 什麼台灣的國際地位為什麼是日暑美戰 中華民國為什麼是流亡政府 我就講喔 講了一篇之後 我跟我媽走出來 走辦公室 我媽就給我問 欸 你覺得怎樣 我感覺怎樣 我就給我媽說 我從小到大讀的歷史課本裡面 從來沒有寫過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是不是 各位你們讀的歷史課本裡面 有寫過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嗎 沒有嘛 那表示我們讀的是同一本歷史課本嘛 對不對 沒寫 然後再加上我這個年紀齁 很正常 是不是政治能感 居多對不對 反正國家大事什麼政策 跟我也沒有太大的關係 他管不了我 我也管不了他 我也不關心 我就每天吃喝玩樂 過我的生活就好了 大部分的人是不是都這樣 尤其是年輕人 我也是 所以你說講到政治 我不懂啊 我更沒有聽過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啊 結果我就跟我媽講 所以他講了一大篇 媽 我跟你講 我就聽不懂他在說什麼啊 我媽就問我說 其實我也聽不懂 我說對啊 你也聽不懂 你要教你 我媽就說 那不然喔 辦一張身份證好不好 才一千塊而已 現在漲價了啦 那時候才一千塊 我就跟我媽說 你就聽不懂 你還要辦身份證 就連身份證也沒辦喔 我就帶我媽回家了 結果我現在怎麼會站在這裡 過了一陣子 隔壁的阿姨又來了 他又來啊 這個很感謝隔壁的阿姨 他又來跟我媽媽說 沒有這樣啦 中央有開課 有開那個初高級班 不然喔 你先去上課 上課上一上之後 你就知道 台灣民政府到底是在講什麼啊 因為你要花時間去了解 法理呢 很深奧的喔 他不是簡單幾句話 你就有辦法理解的 喔 我媽媽聽聽了之後喔 他就覺得不錯喔 他又回來了 他又跟我說 沒有這樣啦 你先去上課 我說 阿姨是叫你去上課 不是叫我去上課 你先去上 我媽媽就說 沒有啦 你先去上 我說我沒有啦 我就跟你說我沒興趣 我媽就說喔 你比較聰明啦 你先去上 你想想之後喔 你才回來跟我們說喔 看是真的還是假的 對不對 我說不對 我沒去 我沒興趣 然後呢 我說我沒有空對不對 我媽呢 只要遇到了五六日 如果我坐在那邊看電視 她就來我旁邊說 你不是有型嗎 阿你不是有型 在看電視嗎 不然你去上課啊 喔 我跟你說 我真的動他不動 到最後喔 我投降了 我就說 好啦 因為是嗎 優好你知道嗎 就想說喔 讓他怎樣 放下他的這個 心願 你知道嗎 已經煩我很久了喔 我想說好 不然我就去上課 我去上課 看看他到底是在講什麼東西 我就跟各位一樣 來到這裡上初級班 然後坐著屁股很痛 坐著三天兩夜 喔 我很認真聽課喔 好 請問 我聽完之後相信了沒 猜猜看 我相信了沒有 相信了 不相信 看我的臉 單純嗎 不單純喔 我喔 上完三天兩夜的課喔 很單純 我馬上就相信了 我不但相信了喔 我還懷著滿腔的熱血喔 我馬上就打電話給我朋友 朋友啊 我跟你說 台灣要變天啊 我就把我這三天兩夜 手上的課程喔 我就很 滿腔的熱血 就跟我的朋友講 喔 結果我朋友喔 不愧是我的好朋友 他聽完我喔 講完了之後呢 隔天 過了一個晚上 隔天你就打電話給我 我說 朋友啊 你感覺怎麼樣 我朋友就說 我喔 認識你十幾年啊 你的個性我太了解了 你就是單純 人家說什麼 你就信什麼喔 你喔 一定沒有上網去查 人家都說喔 台灣民政府是詐騙集團 你還去 我就跟我朋友講 你很了解我呢 我真的沒上網去查 我是真的沒有上網去查 我就來上課齁 然後上完課 我就相信了 我真的沒有上網去查 然後我就說 是齁 然後咧 我就說可是我比你聰明啊 我朋友就說為什麼 我說因為啊 台灣民政府成立 不是幾個月的事情 他成立從以前到現在 已經幾年的時間 這麼長的時間裡面呢 台灣民政府裡面什麼 不法老師醫生律師博士碩 每一個高知識分子 都比我還要厲害 他們相信了 他們所問的法理的問題 難道會比我還要淺嗎 一定比我還要尖銳嘛 比我還要深奧嘛 我說我有任何的問題 我只要問裡面 任何一個老師 應該就會馬上得到解答 我還需要去做功課嗎 這樣我有屏大嗎 有啦齁 有屏大 然後呢 我朋友就說 好 算你厲害 我就說是啊 一件事情 你總得看到事情的正反兩面 對不對 你沒有看到它的正反兩面 你有資格來評斷這件事情的 對跟錯嗎 沒有嘛 我看到了這件事情的正面跟反面了 我才有資格來說這件事情 是不是真是不是假 還是對還是錯 我朋友就說 好啦 算你夠說話 沒有我自己問 就金山和平條約的第二條 不是已經說 日本放棄了台灣跟澎湖的主權權利 為什麼你們台灣民政府還說 台灣的國際地位是日暑美戰 知道我怎麼回答他嗎 我就跟我朋友講 我告訴你 我下個禮拜上完高級班 我再跟你講 喔 因為齁 我也不會啦齁 剛上完初級班而已齁 我也不是 能夠這麼清楚的去解釋 法理的問題 我來問問看各位 從昨天上到今天 你們覺得 法理你已經非常透徹了解的請舉手 沒有齁 阿 萌萌懂懂懂的請舉手 大部分啊齁 都是萌萌懂懂 有沒有覺得法理有點深奧 不只有點齁 知道秘書長他是讀什麼 國際政政法的博士呢 齁 所以那個齁 他要研究那個 英文那種歷史的原文書 從裡面找到台灣國際地位 那不是這麼簡單的事情齁 你看現在啊台灣 多少的學者 研究歷史的學者 他們都 找不出 真正台灣的國際地位 所以齁 這個 新台灣論齁 一定要讀 我是一直到齁 有人齁 我出高級都上完了 然後有前輩跟我建議說 你去口滾手 知道俊手嗎 齁 他就說你去口滾手 阿口滾手齁齁 為了要去考這個俊手考試 我才開始讀新台灣論 從這新台灣論裡面呢 我跟你講 你讀了之後齁 你腦袋裡面現在所遺繞的 所有的法理的問題有沒有 你都不用問人了 你全部自己看書就得到解答了 全部從書裡面 你就可以得到答案了 所以那個齁 不是你現在上完課 你就有辦法全盤了解 可是要不要了解 要 台灣民政府執政的時候 2400萬的台灣人民 來問我們這些公務人員 說台灣的國際地位 為什麼會變成現在是日暑美戰 你有沒有辦法回答他 最起碼最基礎的法理常識 你要會喔 你一定要有辦法去解答 你要為百姓服務 要為人民服務 齁 最基礎的你也會 要這樣說喔 欸好不好 齁 我今天啊 會從齁台灣的歷史的軌跡的角度 來帶大家去看 去看齁台灣的這個歷史的法理 好不好 我會盡量講解 讓大家清楚 明了齁齁 齁 來我們先來看到 知道Formosa是哪裡嗎 哪裡 台灣啊 為什麼齁 來看到這張地圖 有沒有看到這個被切成三小塊的地圖 有齁 這裡是島 這個地方是哪裡 大家知道嗎 是台灣 可是台灣怎麼會被切成三小塊 在13 14世紀的時候 那個時候呢 打開大航海的世代 歐洲人呢 他們呢 來到日本琉球 經過這個島嶼的時候 哇哦 這個島嶼怎麼這麼漂亮 然後當時他們歐洲 有一個名詞叫做Formosa 它是美麗的意思 然後歐洲人呢 就將Formosa賜給這一塊島嶼 意思就是 美麗之島的意思 所以這個地方是哪裡 台灣 可是為什麼台灣的地圖會長這樣 因為這是最早期的台灣 第一個的那個航海圖 當時的航海圖的技術呢 還不是這麼發達 它是台灣沒錯 可是因為齁 測量各方面齁 還沒有這麼厲害 所以剛開始量出來 畫出來是這樣 好 之後才發現 其實它是一塊寒季啦 齁 完整的寒季 齁 所以Formosa呢 是我們最早期台灣的名稱 好 那大家知道 最早活動於台灣的外來民族是誰 猜猜看 日本 荷蘭 西班牙 葡萄牙 齁 大部分就是這幾個齁 一般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給你的教育 是不是西班牙 葡萄牙 荷蘭 對不對 最早是誰 十三十四世紀的時候 日本人已經在Formosa這塊島嶼上活動 一直到1633年 德川 日本的德川幕府禁止索國政策 才禁止日本人赴海外發展 所以日本至少比中國提早300年以上 在台灣這塊領土上居住跟活動 所以你會發現 好像跟以前你讀的歷史 有所看好像不一樣 有沒有 為什麼不同 你現在開始你要如何看台灣 你要從國際觀來看台灣 國際的歷史記載文獻來看台灣 而不是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給你的歷史看台灣 這樣清楚知道差異在哪裡嗎 國際觀看台灣 那個才是正確的 才不會被捏造歷史 所以 我們剛剛有提到的荷蘭 一直到了1624年 荷蘭獲得日本幕府的許可 然後從澎湖轉進FORMOSA這塊島占據 知道荷蘭要來到台灣這塊土地上活動 都需要經過日本德川幕府的許可喔 他每年要向日本德川幕府 進貢三萬張以上的陸皮 才准許進來 齁 那大家知道荷蘭人為什麼要來到台灣嗎 當時齁西方的國家最喜歡東方國家的什麼東西 陶瓷還有絲綢 齁那個相當於西方國家的什麼黃金一樣 很有價值的東西 就嘿 跟他們黃金一樣齁 很有價值的東西 所以呢 荷蘭人怎樣 他也想要賺這個錢 他想要分一杯羹 他想要分一杯羹 需不需要一個地方做轉運站 需要 他要選一個地方 來做連接東西方道路的轉運站 他第一個那時候是選澎湖 可是澎湖呢 離當時的中國 當時是大明國 太近了 他們就出兵把荷蘭人干 那荷蘭人第二個就選擇 選擇哪裡 台灣 如果說荷蘭人是為了經濟利益 來佔據台灣的 請問他會不會好好對待台灣人民 不會喔 那會不會好好建設台灣 不會喔 有沒有去過淡水的紅毛城 有喔 有沒有去過台南的安平古堡 台南的安平古堡 在當時叫做樂蘭州城 也就是荷蘭人當時 蓋的軍事基地 來控制台灣的軍事基地 除了這些之外 沒有什麼建設 有沒有聽過紅毛鬼子 就是在形容當時的荷蘭人 所以呢 在荷蘭佔據台灣的期間 荷蘭沒有好好建設過台灣 也沒有好好對待台灣人 這個跟台灣以後的歷史 都會有關聯的齁 所以在十六十七世紀呢 已經奠定台灣為重要的 經濟枢紐的位置 可是當時呢 也就是中國的漢民族 怎麼樣 他們呢還是鎖國政策 連地球是圓的都不知道 這代表了什麼 代表了以後中國呢 跟台灣他們會有 歷史上的文化的落差 這個會造成台灣以後 歷史的悲劇喔 所以從現在開始 你要放大檢視 你從小到大 他讀的是什麼課本 有沒有聽過課綱維條 前陣子 學生是不是去看課維維條 有看過這則新聞的請舉手 應該大部分都知道吧 沒看過的就跟我一樣是政治能感齁 不會關心社會政治齁 課綱我一條 我姊姊 她的那個小朋友 就我子女 她有一天 她差不多現在國一 她就早來跟我說 阿姨阿姨 我沒想要打錯了 我說為什麼 她說 太過分了啊 那個老師啊 他要把我一整年的歷史課本 全部都改成中國的歷史 請問這樣正確嗎 她一整年所讀的歷史課本 全部都是讀中國的歷史 康熙 乾隆 慈熙 請問跟台灣有關係嗎 沒有關係 她沒有培養我們的下一代擁有國際觀 一整年都讀中國的歷史 浪費了整整一年 請問要不要抗議 當然要抗議啊 氣都氣死啦 合理嗎 原來我們下一代的競爭力就是這樣子被剝弱的齁 為什麼要這樣子對待我們的下一代 因為他的政治目的啊 比培養我們的下一代還要重要 這樣各位了解嗎 很可怕齁 所以台灣呢 也就是FORMOSA 我們這塊島嶼呢 大概的一個政權輪替的軌跡喔 1624年 日本讓於荷蘭 1662年 荷蘭讓於正成功 1683年 正式王朝讓於大清帝國 1895年 大清帝國讓於日本 1945年 4月1號 日本正式將台灣編入國土的一部分 1945年 10月25 日本因為戰敗 被中國人占領到 今天 到今天都還是齁 那我們剛剛看到 荷蘭東印度公司啊 也就是荷蘭人 他在佔據台灣的期間 請問 荷蘭人有沒有擁有過台灣的主權 有沒有 大家都搖頭 沒有 那有沒有人知道為什麼 他們有怎麼樣 他是日本 不是 那個時候還不是 沒有人知道 為什麼他沒有擁有過台灣的主權呢 來 有沒有看到 這邊 荷蘭在佔據台灣的期間 他的領土有效管轄範圍 有沒有急於台灣的全島 沒有 沒有 是不是只有一部分而已 因此 他沒有擁有過台灣的主權 好 這樣清楚了喔 領土有效管轄範圍不急於台灣的全島 那誰把荷蘭人趕走的 鄭成功喔 這大家都知道 好 鄭成功在佔據台灣的期間有沒有擁有過台灣的主權 有沒有 有沒有 也沒有 為什麼 有看到這個紅色的區塊嗎 領土有效管轄範圍有急於台灣的全島嗎 沒有喔 他的領土有效管轄範圍只有紅色的這個區塊而已 因此 鄭成功在佔據台灣的期間也沒有擁有過台灣的主權 喔 這樣了解喔 好 那鄭成功呢 他為什麼要把荷蘭人趕走 大家知道嗎 為了就拯救台灣人嗎 還是為了 反清復明 對 喔 有沒有聽過 反清復明 所以因此 鄭成功佔據台灣是為了 將台灣當作軍事基地 反清復明 那請問 他會好好對待台灣的人民嗎 不會 那會不會好好的建設台灣 也不會 因為他只是將台灣當作 軍事基地而已 那誰將鄭成功趕走的 施郎 大清帝國 喔 有沒有看過這個地圖 有看過嗎 知道這個地圖是哪裡嗎 台灣喔 可是為什麼台灣的地圖只剩下西半部而已 當時呢 1683年大清帝國佔據台灣喔 那他 這個地圖為什麼只有西半部 這個就關係到喔 大清帝國呢 有沒有擁有過台灣的主權 有沒有 有沒有 這問題就比較深奧一點喔 大清帝國有沒有擁有過台灣啊 有沒有擁有過台灣的主權 沒有 為什麼 大清帝國佔據台灣的期間 一直到1895年 大清帝國對台灣領土有效管轄範圍 不及於 Formosa的全島 僅限於西半部的六個漢人承懇區 因此呢 他的領土有效管轄範圍不及於台灣的全島喔 大家知道 大清帝國佔據台灣幾年嗎 212 212年 長不長 很長喔 我都生了小孩 生小孩 小孩 小孩了 好幾代了有沒有 212年喔 是非常的長 那大家會問 這麼長的時間啊 大清帝國應該要把東半部也佔據起來啊 怎麼會沒有 他怎麼會 有效管轄範圍只有西半部呢 原因是什麼 大清帝國所認知的台灣 他所認知的台灣是什麼 當時呢 施郎是不是把曾成功趕走了 大清帝國的皇帝就說 咳 咳 咳 我覺得 台灣 吼 我沒想要愛呢 我不想要台灣這一塊土地 為什麼 荷蘭人有沒有好建設台灣 沒有 鄭成功有沒有 沒有 因此呢 到大清帝國皇帝首相的時候 台灣呢 對他來講還是一個荒蕪的 化外之地 建設要不要花錢 要嘛 所以台灣呢 當時對他來講 沒有什麼開發嘛 沒有什麼建設 再加上當時的呢 中國他們整個就是鎖國政策 所以他們覺得 台灣啊 離他們好遠喔 他感覺很荒 所以他覺得 台灣對他來講是個麻煩 他不想要 皇帝不想要 可是施郎 就跟皇帝說 不行 你一定 要把台灣佔領起來 皇帝就說 為什麼 啊不然又有人啊 把他佔據起來 然後做反清復明的基地怎麼辦 皇帝就說 對喔 不過要怎麼 我沒想要花錢啊 我沒想要 我覺得台灣很麻煩的啊 建設要花錢 你要不要派人管理 也要派人 也要花錢 皇帝沒想要 施郎就跟皇帝建議 皇帝我跟你建議 你可以採用什麼 班兵制度 台灣僅為彈丸之地 得也好不得也好 你採用什麼叫做班兵制度 三年為一任 一個地方要不要文武官員 我們先講縣市長好了 文官 皇帝就說 那個司郎就跟皇帝講 你這樣啦 你把喔 那個官喔 派去 台灣的時候 你給他限制 三年 三年一到喔 回來的時候 你就把他升官加薪 這樣子喔 有利誘嘛 他就不會留在台灣 然後 他呢 就不會在台灣怎樣 跟當地的人民集結 然後你再把他的家眷 扣押在 大清帝國 他的家人 被扣押在這裡 他資深去到台灣當官 這樣喔 他就不會在台灣 落地生根 這樣喔 他一定會回來 你就不會失去人 喔 這樣不錯啦 可是啊 你想三年為一任 他喔 坐船啦 當時的技術 來到台灣 給你扣掉個半年 定居之後 花個 半年一年 再了解台灣所有的民俗風情 等到他 準備要拿筆起來 寫個企劃書 要好好如何建設台灣 不好意思 你要回去了 你要回去了 你一定得回去 如果 是各位 你們會好好的建設台灣嗎 會不會好好管理 不會嘛 反正我上面也沒有人在要求我的 政績呀 我隨便管一管就好啦 因此 要不要貪污 能貪污就貪污嘛 能欺壓百姓就欺壓百姓嘛 反正也沒人管 五官 要不要警察管理一個地方 要 詩郎就跟皇帝講 你就把當地的 無業遊民 沒工作的 沒工作的 都糟糟的 派去台灣就好了 也是喔 三年為一任 這樣喔 人物都解決了 再加上 台灣不足成 連那個縣市政府都不用蓋了啦 隨便蓋一間房子 不會倒就好了 過不過分 過分嗎 這樣子的政策控管了台灣 212年 有夠嗎 這樣各位你們覺得 中國是各位的祖國嗎 從來沒有好好對待台灣人民喔 因此這叫什麼 大清帝國在台灣200多年當中 三年一小返 五年一大亂 也就是當時 台灣社會動亂頻繁的情況 因此呢 各位會問 212年 這麼長 東半部怎麼都沒有統治過 他根本就不想花錢嘛 還跟你翻過中央山脈 去打高砂族 不可能 不可能喔 他只以 最簡單 最方便的方式 來控管著台灣 控制著台灣 喔 這樣過分嗎 過分喔 所以當有人說喔 中國是我們的祖國的時候 怎麼會這樣說了嗎 從來沒有好好的 建設過台灣 也沒有好好的對待過台灣的人民喔 因此 大清帝國有沒有擁有過台灣的主權 沒有 好 那我要問喔 大清帝國沒有擁有過台灣的主權 那請問 中國有沒有擁有過台灣的主權 中國 有沒有 沒有 現在的中國是大清帝國的孫子了嘛 爺爺都沒有擁有過台灣了他會擁有過嗎 不可能嘛 因此呢 中國呢 以前沒讀書 他不知道 他以為台灣跟澎湖是他的 現在喔 他不會再說台灣跟澎湖是他的 他只會說 台灣跟澎湖是他的 核心利益 我了解喔 好 大清帝國一直到1887年才完成台灣建神 換句話說 大清帝國在佔領台灣的 FORMOSA的西半部的時候 一直到204年後才宣布 將台灣併入大清帝國的版圖 有成功嗎 有沒有成功將台灣併入他的版圖 沒有 因為 因為 領土有向管轄範圍不及於FORMOSA的全島 僅限於西半部的六個漢人屯墾區 要了解喔 好 可是我們會問 我們被衝擊了什麼東西 文化 各位知道台灣啊 最早期的文化是什麼嗎 我這樣問好了 美國姓什麼教 基督教 日本啊 日本啊 他們都拜那個什麼 天道教 那個叫天道教 神道教 神社嘛 日本那個叫神道教 我只知道 啪啪 神社 所以 台灣呢 拜什麼教 佛教 道教 基督教 睡覺 台灣是不是什麼教都有 你有沒有發現 台灣就這麼小的地方 美國 你就會講基督教 日本 你就會講神道教 台灣 怎麼這麼多的教 為什麼台灣的文化會這樣 這有關台灣的歷史 身為一個 台灣人 我們有沒有去想過這個問題 我們當時最早期 平埔族跟高砂族之間呢 每一個族語之間 族跟族之間的族語相同嗎 不相同對不對 什麼阿美族 泰亞族 什麼族 他們之間的語言是不同 你沒有共同的語言 共同的文字 共同的文化 他會成為一個國家嗎 不會 因此台灣最早期 一直沒有 辦法成為一個國家 所以當有外來的民族的時候呢 就很容易怎麼樣 控制台灣 但是我們最早期還是有本土台灣的文化啊 我們的文化是什麼 雖然 族語族之間的文化不是 完全一樣 但是就是怎樣 社會與女性為中心 拜物教 無族性 無祭祀祖先 沒有文字沒有書 只有什麼 代代相傳 靈魂不滅的勇士傳說 有沒有看過塞德克巴萊 齁齁齁齁 那個 你來到我的獵場就 撒頭 然後呢 我們的祖靈 祖先 多麼的英勇 流傳著勇士的傳說 這是最早期 最早期 台灣的文化 那我們被影響了什麼 荷蘭人來 佔據台灣的時候呢 他除了 把台灣當作 經濟利益樞紐的 轉運戰之外 他還有一個重點 通商之外 還有怎樣 傳教 当时他把高沙族的长老 全部都叫去 叫他们信仰 基督教 有没有发现 我们的高沙族都姓什么教 基督教 所以当时被影响了 很深的基督教的文化 那再来呢 春节 端午节 中秋节 元宵 清明 七夕 中原 接下来要过年了 这些节日请问 它是属于本土台湾人的节日吗 是不是 不是哦 它是什么词起来的 大清帝国在占据台湾的 212年当中所带来的文化 所以它不是本土台湾人的文化哦 是因为212年长不长 太长了 所以它影响的时间 很久 让 再加上现在 中华民国流亡政府 给你70年的教育 你以为 哦 那个就是我们的文化啊 结果不是呢 冲击有没有大 秘书长 他就说 我们台湾民政府执政的时候 没有红白包的文化 然后每年过年 他就说 你们哦 要脱亚入欧 不要再有中国人那种漏习 不要再有红白包的文化 啊结果过了一个年回来之后 秘书长问 有没有收红包 嘿嘿嘿 啊有没有包红包 嘿嘿嘿 很难改对不对 秘书长说 台湾民政府执政以后 我们将结合东西方最好的制度 运用在台湾 最好的文化运用在台湾 好不好 如果啊 烧金纸拜拜啊 会影响大气层 臭氧层破坏 我们改成鲜花 好啊 好啊 真好啊 为什么一定要 有中国人的不好的习俗 要来放在台湾 台湾民政府执政之后 我们可以结合东西方最好的文化跟制度 运用在台湾之后 创造属于 真正属于本土台湾人的文化 好不好 这是我们的期许哦 所以我们要了解什么 台湾被冲击了文化 我们最早是 没有文字没有书 只有代代相传灵魂不灭的传说 然后被影响了什么 基督教 还有来自中国的文化的影响 这样集体潜意识呢 它会造成什么魔咒 你现在吼 在外面很多人都怎样 中国好像是我们的祖国 有吧 嗯 好像我们跟他们就是有关系 结果其实到头来 从头到尾都没有关系呢 吼 你能相信没有关系吗 那个就是因为吼 被洗脑太久了 跟你说 你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很难相信 可是事实就是这样 终于在1895年 大清皇帝呢 正式将台湾跟澎湖 永久割让给日本天皇 甲午战争 大家知道吼 甲午战争签订了什么条约 马关条约是中华民国所称呼的 日本要称下官条约 所以我们当初签了下官条约的时候 这个条约 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及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所签订的条款 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 澎湖列岛及维度巴拉巴拉巴拉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把台湾的地理位置写得非常的清楚 这一张看起来很像是什么 有没有很像土地的什么 所有权状像不像 这一张就是台湾跟澎湖的土地所有权状 我们听好了 我们从下官条约之后 一直到今天 包括旧金山和平条约 没有任何一个条款 有在将台湾跟澎湖给割让出去 没有任何一个条款 有在写像这样子 将台湾跟澎湖给割让出去哦 所以台湾跟澎湖的土地所有权状还在谁的手上 日本天皇的手上 我们割给日本天皇之后 我们就进入什么时期 日治时期 这个时候 我在上课的时候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跟我一样的疑问 你们台湾民政府的老师啊 都说啊 李奔啊 对温瓦后都瓦后 不过啊 在我们的历史记忆里面 好像还有对日抗战有没有 有吧 有啦哦 是怎么一回事 日治时期统治台湾几年 50年哦 没有很长 也没有很短 跟大清帝国占据台湾212年比起来 算短了啦 可是知道这50年当中改变台湾多少事情吗 日治时期哦 分为三个阶段 前中后 前期大约二十几年 中后期差不多三十几年 那一开始我们的那些记忆是什么 前期的时候有五官后腾心平 来刚开始来进来台湾 他带来什么 德国式的科学殖民主义 严密的控制台湾整个社会 有什么 有没有看到这一三 第二个道菜刀 有看到吗 第二个道菜刀 那当中就是什么 你用第二个道菜刀 跟日本兵打 我请问贏还是输 一定输的嘛 你第二个道菜刀 打打的 哟哟哟的 说不定就背出去了好不好 菜刀就背出去了 有可能打贏 不可能嘛 好 日本兵刚进来的时候呢 我们当然要稍微抗战一下嘛 抗战了之后呢 打不赢 可是 日本兵呢 还是死了三四千个人 为什么死的 疾病 祸乱 生病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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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是水土不服哦 他是为什么死呢 他是被台湾的什么杀死的 知道吗 被台湾的垃圾杀死的 有厉害不 台湾的脏乱 杀死了日本兵三四千人 这样有厉害哦 这样各位可以想像吗 台湾 从荷兰 经过正成功 经过大清帝国 212年 212年 请问 有得到良好的建设吗 没有哦 一直到日治时期的时候 台湾都还是一个非常 张乱的环境 非常张乱 而且没有得到建设跟开发的 环境哦 所以当时呢 人民呢 组成了义民军 他有对日抗战哦 所以 日本呢 对台湾用什么 是可杀不可辱 来计数我们台湾的民族 哦 因为呢 当时 厚藤辛平他来到台湾 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诶 台湾只有西半部 有被大清帝国统治的痕迹 东半部没有呢 那要怎么 他就提问 当时呢 美国就跟他说 你要像我们征服印第安人一样 用武力来征服 哦 因此日本他必须先用武力来征服 东半部的高砂族之后 才能将台湾怎样 全部统一 落实统一的制度 还有建设 哦 所以我们记忆中 是不是有很多的对日抗战 还有日本跟高砂族的战争 哦 就是因为这样 他必须将 一开始用武力征服全台之后 才能落实什么 统一的制度跟文化 还有建设 那我们会讲 厚藤辛平啊 你这样对待台湾人 啊他 有没有功劳 有哦 他的功劳是什么 请问在场有申请台湾民政府身份证的请举手 几乎都有申请哦 谢谢 好你们申请台湾民政府身份证的时候 请你们去申请什么东西 什么户籍腾本 日治时期的户籍腾本对不对 为什么是日治时期的户籍腾本 不是大清国时期的户籍腾本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为什么不是申请大清国时期户籍腾本 是申请日治时期的户籍腾本 因为 对 大清国时期根本没有户籍腾本 当时厚藤辛平呢 来到台湾的时候 做了一个什么 土地调查户口普查的动作 他将你家家户户 你家有几家人的人 都给你丢杂得清清凑凑 有没有重视你们 有 他有重视你们每一个人 大清帝国呢 管你呢 你家有几个人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此户口普查 是在日治时期才做的 所以从那个时候 沿用到现在 都还在沿用日治时期的户籍腾本 所以当时他还做了什么 户口普查 生物科学 农业工业 卫生教育 交通警察等发展 做了这么多发展之后呢 一直到了1904年 台湾的财政已经完全可以自主 不需要日本的中央补贴 甚至公共建设 比日本的内地还要限制 先进哦 当时台北的下水道的覆盖率是当时 亚洲的第一高 有没有突然觉得我们从垃圾国突然变得很厉害 熊熊变成很进步哦 亚洲第一哦 财政可以完全自主 这有个很重要的含义 荷兰 正成功 大清帝国 我们有讲建设要花钱 对不对 所以没有人要花钱建设台湾 因此到日本的时候呢 他有眼光 他知道台湾是怎样 一个宝岛 一年三收 物产丰饶 他只要好好建设台湾之后 台湾怎样 自给自足 不需要再跟日本中央拿钱 除此之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日本还成为了 台湾还成为了日本的大米仓 台湾还成为了日本的大米仓 后来忠后期换了谁 忠后期换了文官田建智郎 跟当时的首相袁靖 他们两个一同 啊那仓胸 诶 台湾真的不错 我们把台湾佔据起来 把他变成我们自己的国土 好不好 好啊 要怎样做 依照万国公法跟国际战争法 他必须实施什么 黄民化政策 有没有听过 黄民化运动 内地延强主义政策 也就是日本琉球 包括台湾 然后归纳为日本的领土 然后呢 要不要有共同的语言 共同的文字 共同的文化 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共同的国家 因此让台湾人 如日本人一般 效忠天皇 日台共学 日台通婚 任用什么 当时最好的建筑师 来建设台湾 八田与一 敢有听过 哇 他很有名 如果没有他 台湾不会成为今天的 鱼米之乡 一个深爱台湾的日本人 一个震撼亚洲的伟大功臣 有没有去过乌山头水库 有没有人去玩过 有看过这个雕像吗 他吐在那里做什么 他在思考 思考 思考 思考什么 他在想 我如何啊 让这个水 绵延数万公里 去灌溉 台湾的稻田 有没有很伟大 他经过这样的努力跟思考 台湾成为了今天真正的鱼米之乡 台南 台湾的迦南大郡 乌山头水库 台南水稻计划 桃园大郡 都是日治时期 当时台湾现代化很重要的土木工程 乌山头水库 甚至是当时世界的第三大 有厉害吗 台湾很厉害 短短的时间里面 你就发现台湾呢 因为地理环境的关系 所以呢 他好好的建设跟开发之后 他马上就成为 怎样 亚洲第一 世界第三 那表示怎样 台湾已经成为 很开发的国家了 所以台湾的经济奇迹 跟亚洲四小龙 是什么时期来的 各位知道吗 很多人会说 奖金国的十大建设 是吗 在日治时期的五十年当中 就奠定了多少的经济奇迹基础吗 南北的纵贯铁路 港口轮船 机场 开发全台的电力 火力发电 水力发电 资讯传播 建立强而有力的全台的资讯传播网 有没有突然觉得台湾就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很科技发达的国家 有 在这个时候呢 台湾成为了一个很棒的国家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呢 知道建设蓝图在日治时期 它不是像奖金国十年建设 日治时期的建设蓝图一画是几年 各位知道吗 一百年 一画是一百年 它没有十年建设 没有二十年建设 日治时期那时候画的建设蓝图 就是一百年 台湾到现在还有非常多的建设蓝图 都是沿用日治时期的建设蓝图 所以知道台湾的经济奇迹跟亚洲四小龙 什么时期奠定的 日治时期的时候奠定的 所以当时呢 中华民国流亡政府还没有成立哦 台湾就已经比贫穷落后的中国 进步有一百年以上的差距 一百年 那是很恐怖的 你可以想像 当台湾被落后的中华民国所统治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样的历史悲剧吗 你光想像就可以知道了 各级的行政司法机关警察系统 护政系统 农会金融财政体系及普及全岛的初级教育 普及全岛的初级教育很重要 人人都有书念 那个可以提养什么 全民的公民素养 如果今天啊 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公民水准 现在我请各位就在路边随地大小便 你敢去 肯吗 不肯齁 为什么 有没有打开电视 还常常看到中国路边大小便 有没有 现在都还是这样 你可以想像当时 的中国 跟当时的台湾的文化落差吗 那个差距是非常之大的 差距是非常之大 有没有看到这群学生跪着在干嘛 读书为什么要跪着 嗯 现在还可以坐着 还可以趴着睡觉 为什么要跪着 在培养什么 武士到精神 好 武士到精神也会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台湾的一个现况 好 来你看到呢 这些学生头发有没有剪得很整齐 衣服穿得很漂亮 然后每个人都有穿鞋子对不对 我妈妈看到这张图 她就跟我说 诶 她搭着的时候有鞋子肯穿 我搭着的时候 又没有鞋子肯穿了 嗯 我说我妈妈啊 绝对不可能是日治时期以前生的嘛 她没这么老啊 那日治时期以后生的 那就表示 经济是退步还是进步 日治时期的时候有鞋子可以穿 到我妈妈那个时候是怎样 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来统治的时期 没有鞋子可以穿 代表经济是摔退 而且当时有非常多的人饿死街头 这一个呢 是在日治时期呢 由台湾人 成立的就读的小学 然后他们跟日本人打棒球 日本小学生打棒球 打赢了之后合影留念 代表了什么 代表了日治时期的时候 然后人人吃得饱 穿得暖 还有时间打棒球 是不是 其实是 如果你今天啊 吃不饭 穿不饭 三重 不知道要怎么 你还有时间打棒球吗 不可能 还有时间外头吗 不可能 所以在日治时期 我们发展出了很多的什么 文化跟艺术 这个陈陈坡他很有名 这是他日本地展有入选 可是陈陈坡 大家知道怎么死的吗 二二八 有人知道 等一下我后面会讲到 所以呢 你可以很明白的清楚知道 212年 1895年 大清帝国统治下的台湾 212年是这样啊 50年 日治时期之后 改正后的宽敞道路 是这样啊 有没有一比较就差很多 212年 50年 各位觉得怎么样 差很多 这样你一看就知道 谁有心在管理台湾 谁无心在治理台湾 终于日本天皇他下达了诏书 他要在这一刻 将台湾怎样 正式 划分为他的领土 1945年的4月1号 日本天皇颁布了明治宪法 从此台湾成为日本 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之一 有没有看到这个地图 日本 这日本的地图 有没有看到这个地方是哪里 台湾 台湾在日本的地图里面 有没有 好 什么叫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呢 有一个案例 我们刚刚有看到 甲午战争的时候 是不是有签订下官条约 下官条约 当初在签订的时候呢 大清帝国 大皇帝陛下 他当初呢 割了台湾跟澎湖 还多割了一个地方 叫做辽东半岛给日本天皇 结果有三个国家出面抗议 稍等一下 辽东半岛是大清帝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不可以割让给你日本天皇 因此日本天皇 遵照万国公法跟国际战争法 跟大清帝国签订了一个辽南条约 再将辽东半岛割还回去给大清帝国的皇帝 因此 因此为什么 因为辽东半岛当时叫做奉天 奉天是当时大清帝国起源地 发源地 因此是大清帝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之一 所以因此 当台湾成为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请问还可不可以被割让 不可以被割让 然后从下官条约到现在 有条款割让过台湾吗 没有 而且怎样 日本完全依法行事 黄明化运动 内地延长主义政策 然后颁布明治宪法之后 他有没有 赋予台湾人参政权 这个报纸 赋予台湾人参政权下达征兵令 一切依照万国公法跟国际战争法 合法 合情 合理 将台湾 并入为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这样清楚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到的是 第二次世界大战 我们让大家休息十分钟 好我们下一堂课回来继续 谢谢